罗马最后阶段被追两球,但还是在客场击败索菲亚中央陆军,生智小组第一出现,避开了明年2月的两回合附加赛,主帅穆里尼奥赛后表示,我们没有足够的阵容来多踢两场比赛。 我们很幸运,因为附加赛真的不是我们需要的。 他对失球感到不满,我们不应该再为自己制造麻烦,上半时我们2比0控制了局面,后来却反复丢球,回防太深,我看到了我不喜欢的态度,我不喜欢的比赛质量。 两个失球不可接受,我们创造了这个结果,再多几分钟就可能非常危险。 罗马能够幸运获得投名,还要感谢卢干斯克黎明主场一比一战平赛前排名首位的博德闪耀,我很高兴,因为我们赢了,而卢干斯克黎明履行了他们的职责,但这是今晚唯一让我高兴的事。 马约拉尔角后跟巧舍,攻入本赛季个人手球,赢得木帅称赞,他是为数不多的积极因素之一,他的进球非常漂亮,但我更喜欢他的整体发挥。 我并不感到惊讶,因为他总是很努力。 马约拉尔自己表示,进球不错,比赛也不错,但天气对我来说有点太冷了。 我们踢了一场严肃的比赛,中场前有点挣扎,但我们赢了,这是最重要的。 谈到穆里尼奥的称赞,他已经了解我了,我为自己和球队努力工作。 我可以出场,做我知道如何去做的事,正如上赛季那样。 当然,我们有四五名攻击手,一开始只用单前锋,现在改踢双前锋,这对我以及我们要好得多,今晚我和亚伯拉罕相处得非常好。 首次先发的19岁中场,博维感谢穆里尼奥,我在罗马长大,看过很多比赛,成为球队一份子是很棒的感觉,我只是希望继续踢球,对进球的贡献不是最重要的,因为这来自团队配合。 我要感谢穆里尼奥,因为他是身边最伟大的教练之一,但他很谦和地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。 我还要感谢队友,他们帮助我能以最舒服的方式踢球。